我宽布我们正式进入AI手机时代 魏族将停止传统智能手机新项目投入 All in AI这就是更伟大的事情 We are really entering an era of revolution based by generative AI As mobile devices become the primary access point for AI 2024可以称作是AI手机元年 各大手机品牌纷纷表态要推出自家的AI手机 而魏族更是重量级 这位老牌手机硬件厂商甚至宣布不再造手机了 要All in AI硬件 对于消费者来说可喜可恶 手机厂商终于找到了摄像头以外可以卷的地方 毕竟这么多年 把一颗小小的摄像头从A卷到G 大家实在是看腻了 到原本计划的是 看到厂商们AI手机能整什么活 内族就直接玩了一个破釜沉舟 把自家传统手机又干没了 是大大的超出我的预期 与厂商那边锣鼓喧天宣传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普通人还是觉得AI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了 甚至觉得是在没活儿硬着 刚好这次OPPO开了他们的首个AI战略发布会 把手机芯片厂商咨询分析师 还有生产中的APP厂商凑到一桌 来聊AI手机的未来发展 会上密集则讨论了很多有价值的话题 我也得到了向厂商提出自己疑问的机会 接下来就趁着这个发布会的余温 和大家聊聊我们对AI 还有AI手机的未来的一些看法 好多颜誉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视频的讨论中 大朋友们请坐 好朋友们小哥哥再见 也请坐 我是小白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和大家唠唠 什么是AI手机 为什么厂商都要来卷AI手机 以及是什么在阻止AI手机的发展 首先手机已经具备了充沛的算力 丰富的各类传感器 还有深入所有人生活的各类应用程序 可以说是天然示意AI生长的黑土地 因为它涨上天的股价已经告诉了大家 什么是实在的大势所趋 有些厂商们排着队送到了AI的风口 仿佛脚一颠就能起飞 这时候趁着实在的东风 发力AI不光是给用户一个交代 更是给股东的钱包一个交代 那么问题来了 AI应该怎么卷 在这点上 大家不光存在分歧 而且分歧很大 因为这事关乎自家智能手机 是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路易十六 被AI亲自送上断头台 还是说会坚守阵地 继续作为AI智能革命的主战场 比尔盖茨去年年底的时候 写了一篇名为 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 你使用计算机方式的文章 他说 我已经思考人工智能体30年了 智能体可以使当今大多数人来说 过于昂贵的服务民主化 智能体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但我认为第一个重大突破 将是耳机 他说的这个智能体 就是一种跟贾维斯差不多的人工智能 它拥有对世界的感知能力 并且可以自主的行动 盖茨认为 智能体会在耳机上最先爆发 说明 他更愿意相信智能体 会通过语音聊天的方式来和人类沟通 他还类比到 AI会带来自我们从建入命令 到点击图标以来最大的计算革命 也就是说AI出现的本质上是一种交互方式的文明 这个当年从命令行进化到Windows图形界面 从按键功能机进化到iPhone触控屏如出一车 这种人机交互上的跃迁 往往会带来互联网人口数量的跃迁 而每一次互联网人口数量的变迁 最终带来的是互联网格局的深远改变 有趣的是 盖茨同样是前两次变更中的老玩家 所以不知道他在写下 从建入命令到点击图标以来 最大的计算革命这句话的时候 会不会想起来那个28岁的自己 正在惊讶地盯了乔布斯 演示初代Mite上的图形化操作系统 只不过40年后 轮到了自己 站在了40年前乔布斯的位置 作为举着火炬的革命者和OpenAI 一起引领这一轮新的变革 从图形化操作时代 到人工智能自然语言操作时代 这种一步到位 直接就是假设 如果我们可以做出来一个像贾维斯一样的超级人工智能 那自然也可以通过和贾维斯聊天来解决所有问题 这种直指本源的产品设计形态的思路 也被叫做原教旨主义 同样奉行这种原教旨主义的 还有我们频道高频出现 该词的好基友Sam Altman Altman除了是OpenAI的CEO以外 还有一层身份 他是一家叫Humania的公司的最大投资人 这家公司去年就推出了自己的AI应急 一个AI胸针 AIP的主要交互方式就是和他对话 同时几乎没有图形化的操作界面 只能在你的手心投影简单的图形 想用这个刷视频 看小姐的还是洗洗睡吧 它比手机更有趣的地方在于 由于它的形态是一个胸针 因此你不需要额外的把它从孔带里掏出来 它可以直接看到人们视野内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准备吃一些坚果 就可以把坚果捧在手心里问它 我手上这些坚果还有多少的热量 这个AI胸针就可以直接回答 前面提到的原教旨主义规划出来的愿景 可能过于的美好 也有人认为尝试消灭大家熟悉的图形化界面 明显是目自卖大容易扯到蛋 比如说之前提到过WPS的AI 就因为做过类似的尝试 把写文档这个事情完全变成对话 放弃图形化界面 在上面只留了一行特别简单的菜单 最终他们放弃了这个做法 因为公众师们发现 如果只保留语音交互 熟悉了图形化界面的用户 效率会大大的降低 用户们反馈 不希望只有语音交互 最好谈话交互的界面 是图形交互界面的一部分 OB的刘作虎在会上也聊到了相同的看法 人跟世界的联系 无非就是眼睛耳朵触觉这些 但是人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通过看数据就知道 一定是眼睛 视觉是人类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从这个交互的底层逻辑来看 图形化界面就是人机交互界面的最优紧 而手机就是可以随身携带 尺寸最合适的有屏幕设备 路透虎甚至放话 在未来十年之内 手机都会是人类最离不开的设备 不过 如果我们尝试把两边的观点结合起来 也许反而可以得到一个更坚定的结论 那就是 戴在头上的一个XR设备 才会是那个AI的最终紧的方案 他们既可以待在外面和人类一起观察世界 还可以无缝的和人进行视觉语音交互 不知道这点是否已经被苹果规划在Vision Pro的使命里了 AI设备的分歧说完了 来了大家可以达成共识的部分 无论你是更支持原教旨主义的钢铁侠派 主张一步到位 能动手 绝不动手 还是图形化操作界面的忠实簇拥 主张各取所长 调和中用 我们回到事情的本源 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回答同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和AI交互 我们现在每天搓玻璃过得也挺好 要啥有啥 人工智能交互的钢铁在哪里 哈医生Hey Siri帮我关灯 这算钢铁吗 我觉得这不算 但是在他感觉到我进行滴落的时候 把我们家的灯调成我喜欢的颜色 顺便打开音箱播放我喜欢的音乐 再自动帮我点一杯我喜欢的奶茶 这种就有点钢铁的意思 实现这样的美好愿景有一个前提 就是AI要有感知能力 他需要知道你的喜动哀乐 还需要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 这是川普还是拜登 喜欢莫娜还是迪法 而AI了解你越多 就越能为你提供智能的体验 正所谓了解多少就拥有多少智能 就比如说 我从林哥喜欢哪家喜鱼店 到今天内部穿什么颜色都一行二手 那让我来当林哥的秘书 就肯定比一个陌生女人强了多对吧 你好骚啊 从这个角度 让我们重新理解一次AI凶针 还有AI挂坠 这类AI原生产品的诞生出众 这些产品可以随时的记录你身边的声音 用摄像头看到你看到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 他们比在他口袋里的手机更了解用户 而手机也有自己独到的优势 比如说 我的手机上就积累了丰富的个人互联网足迹 小AI看一眼我的美团 就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看一眼微信 就知道我的人际关系 林哥的XP是什么 浏览器的历史记录绝对不会说谎 只要在手机里藏着太多太多的秘密 因为AI具备自学习能力 海量的用户数据 加上数据和AI的积极互动 就可以让数据飞轮滚起来 AI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OpenAI也是这么讲的 天天XRGBT热乎的上线了一个记忆功能 说的就是 在你和XRGBT聊天的过程中 可以记住你告诉他的事 而且你使用越多 XRGBT的记忆力也就会越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点会越发明显 由于不同厂商之间 几乎没有共享数据的可能 AI机器人对人的记忆 就成了不同厂商AI之间的天然壁垒 回到AI手机上 未来更换手机品牌 可能就不再是把手机卡拔出来 再拆到另外一个手机里那么简单 换手机品牌 最后可能会演变成 我和我相濡以沫水舞降容的 AI机器人之间的生理死亡 可能会比和女友分手还要扎心 前面我们聊到的 AI和人交后的刚需 即真实世界感知能力 还有自学习能力 正是AI手机定义中最重要的两条 我说的AI手机的定义 来自OPPO和国际数据公司 IDC联合推出的AI手机白皮书 除了这两个定义以外 AI手机还需要具有 算力高效利用能 这个非常好理解 AI计算消耗了很多的性能 要兼顾手机的续航和发热 自然也需要高效的利用算力 后面这个创作能力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创作能力 乍一看是大家常用的AI问答 如文生图这些功能 再好玩一些的 比如说OPPO已经做得很好的 AI消息人的功能 通过AI把照片中 无关的路人消除干净 正当于是在用AI给用户的创作兜底 拯救背景杂乱的废片 但听到这儿 不太烦的小老弟就要说了 回答几个问题 消除过路人 就是未来的AI手机了 那肯定不是 现在各大手机厂商布局AI 都是在探索AI手机的 第一阶段应用 距离真正的AI手机 还有一定的差距 而这也是视频的后半段 我们想和大家探讨的话题 AI时代下 智能手机的生态会是什么样的 在20年前的功能级时代 智能手机的厂商生产自己的软件 在智能手机时代 多样的互联网服务商提供软件 而到了AI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AI定制软件 势必会开启全新的软件生态 厂商们必须要提前补取 比如这次OPPO 直接搞了一个OPPO AI Pro智能体开发平台 用户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自由的调用和组合工具 创造属于自己的智能体 而不需要写代码 如果最终顺利落地 OPPO可以说是提前踹开了 AI手机时代应用的大门 当然通过自己的系统 GEI把互联网厂商 烧钱数十年建立起来的用户生态打通 然后自己躺在外卖 网购 社交 视频等等互联网服务的十字路口 输上闲件 肯定会让每个手机厂商笑信 敲选了以后 他们会失望的发现 自己真是在做梦 对消费者 我们肯定是想一句话 就能让AI助理帮我们规划好旅行 帮我们直接买好机票 订好酒店 做好美食攻略 然后一起拍到我们脸上 这就是我们用户想要的 可以真正发卖到我们的AI 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 互联网厂商们得把自己的接口交出来 然后我们手机上的AI 才能帮到大家 完成买机票 进酒店 做攻略 但是非诸 携成小红叔们 肯定是不会乐意的 因为这个接口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流量入口 而流量入口 就是互联网厂商的命外 过去的十年间 互联网厂商们 冒着互联网精神之大鬼 在自己的驻地 修建起高高的围墙 想尽一切办法 保护住自己的流量 圈住用户 连搜索引擎都给关在了门外 让互联网成为了 一个个的信息孤岛 现在 想要凭借手机厂商的力量 让互联网厂 把自己的流量拱手 让给自己 这相当于让别人 只得把脖子递到砧板上 属实不会容易 而这些问题 其实也不是国内独有 去年OpenDI推出了GPTSTAR 商店里国外主流的 互联网厂商 比如说Google 亚马逊 RMBNB Booking 那是一个都没有 小的互联网 服务商倒是有很多 但是GPTST的发布会上 演示到的 用XGPT制定行程 因为要用到Google的地图 还有日历 只能可怜的用 第三方的软件 ZP中转 人们使用越多的系统GAI 就意味着越少要打开APP 这是硬币的两面 因此互联网厂商 最后是委屈求权 妥协要寻求共赢 还是说在自己的生态围墙内 构建自己独立的AI应用 最后表面上说的 肯定是我们坐在一起协商 桌子底下 一定是厂商间的利益游戏 这边互联网大厂 就在和手机厂商 在排桌上胶着对峙呢 突然有人进来 把桌子掀了 这人定睛一看 原来是阿里 开发出了一个Mobile Agent 这个项目说的是 他们做了一个 基于纯视觉操作手机的方案 就跟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设计AI外挂差不多 你只需要和手机 用自然语言交流 这个项目就可以 模拟人类的点击 帮你操作手机 这下子可以用自然语言 命令AI帮 跳过饿了梦的开评网告 不得不说阿里的格局 是在此的各位人兄都不具备的 虽然在基础发展中 不排除中途 还有这种第三条野路子路线 冒出来的可能 但是很遗憾 同时绕过了手机厂商 和服务提供上的AI工具 现场很有可能和李跳跳差不多 被厂商们离到小角落为恶之死 除了合作 没有人可以保护它 厂商们各举山头 准备逐入中原的前奏已经开始 我们会保持关注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看法 我们今天是从AI和手机的交互出发 讨论了不同AI硬件设备之间的争执 本质上是交互方式的争执 后面又聊到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AI手机这个话题 大家都能搭成共识 AI了解多少人类 就具备多少智能 后半部分聊到了智能手机的 营用生态 从AI手机的生成能力切入 带着大家简单的看了一下 手机厂商和互联网服务商之间的利益争端 我觉得唠叨尾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一站三连支持一下 那么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